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穩超聖券節目 當然今天的大盤 下跌的幅度好像比較重 但是投資人你不用去擔心 因為明天這個大盤可能怎麼樣 又開始往上 但是這個大盤 雖然是屬於一個多方走勢 但是不可能每天漲 你不用想太多 今天也漲 明天也漲 這個禮拜也漲 下禮拜也漲 不可能 這個大盤有時候漲多了 就稍微要休息一下 稍微要震盪一下 這個就是所謂的正常的一個盤勢 當然這個投資人 現在的想法可能說 老師這個大盤好像跟選舉有關係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選舉快到了 我相信你對不對 應該要投誰嗎 你心裡面大概都確定了 那到底誰會當選 我相信這個答案 該當選的人未來一定會當選 這個沒有差 但是你手中的股票會不會漲 這個才是投資人你現在要去注意到的 當然今天的外資 他們在籌碼的一個部分 他們比較觀望 比較保守 這是盡雄的 因為選舉它就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會影響到台股未來的一個表現 但是選舉過了之後 台股又會回到正常的一個管道 那距離選舉大概就剩五六個交易日 那投資人該怎麼樣來操作 這個才是顏老師今天要在節目跟大家講的 有人說要買被動原件 我認為可以啦 有人說要低檔佈局 要買那種低潤的 我說也是可以啦 那老師矽金源今天都沒漲 我能不能拉回稍微佈局一下 也可以啦 我認為目前為止這個大盤 就大概在區間拉回早買一點 區間正當整理 都是屬於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佈局方式 最主要是說你有沒有心要進場買進 如果說你都沒有心 那一檔標股你看到了 我相信你都不會去做動作啦 當然今天的被動原件 我們來看一下對不對 最強的叫做光潔對不對 上個禮拜五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出現了往上的跳功缺口 代表光潔這檔股票 在上個禮拜它已經轉強了 今天的再度來到 這個漲停板的一個位階 代表二線的 二線的被動原件的話 這檔股票要注意 2478的來這檔股票也是一樣大益 大益在往上走的同時 這邊出現第一個跳功缺口 最近出現第二個跳功缺口 這兩個跳功缺口代表怎麼樣 代表大益的股價是怎麼樣 由空方轉多方 空方轉多方拉回修正之後 再度的來做出個噴出嘛 至於我們之前做的這檔股票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信倉店 我相信短線上面 岩老師已經賣掉了 我們已經賺得到錢了 那一線的股票 包含今天這個國劇 這個多頭走勢仍然沒有改變 2492的來這檔股票叫華新科 來 對不對 目前為止多頭走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但是3026的和生堂 來 這檔股票 這個地方要先行的 先把它賣一趟 我相信老師的動作 我的會員都很清楚 那股票不是說只有買對不對 有時候也要賣一下 賣一下 這個我認為 當然有人說生技類股好 那我也不反對 生技類股好你要注意什麼 來 這檔股票 來 它叫做什麼 藥滑藥 這種叫做低檔趨起漲的 底部開始起漲的 那這種生技類股的話 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至於說低論對不對 有人說老師 華邦這些創新高 先賣一趟都沒關係 反正你低買高賣 都賺得到錢 那我認為現在投資人 心裡面想的 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選舉是屬於一個不確定因素 這個因素結束之後 大盤會回歸到所謂的 正常軌道 這個時候的話你怎麼樣 你要及早佈局 你不是說等這個選舉結束之後 你也不要管說誰當選 這跟你沒有關係 最好是你手中的股票當選 來到漲停板 這個才是一個重點 很多的時候 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講的 對不對 低檔區去買 底部去佈局 這個叫滑龍 二線的被動元件 這個股票來操作 一定要有連續性 也就是一檔股票好做不好做 我們說股性好不好 如果說連續出現漲停板 連續出現所謂的大漲 這個叫股性好 但是漲多的股票也叫你不要追 對不對 一二三四四根漲停板 你還要追嗎 老師五根漲停板 五根漲停板 你插一根也不會怎麼樣 對不對 很多時候操作你要等拉回 好不好 等拉回 這是岩老師在節目裡跟大家講的 那我們在節目裡面 常常有這個重要資料 請你來索取 像今天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有一份重要的資料 我每一次開放給大家來索取資料 這個投資人都非常踴躍 電話卡在來 加Line的人 來索取的人 我相信每一次都是越來越多人 代表岩老師的人氣 是非常旺的 但是拿到這個資料 你不用到處去傳來傳去 這個資料列入到保密 保密對不對 我相信你拿到岩老師資料了 你事後都可以來驗證一下 我們上次來送給大家的這份資料 是12月2號 老實在海底撈要撈什麼 撈標股 獨家的個股研究報告 兩檔股票 兩檔股票 景德也好 國具也好 基本面技術面都跟你講很清楚 好 那這兩檔股票 你有拿到的 並不代表你賺得到錢 你必須怎麼樣要有動作 你必須要有動作嘛 你沒有動作 拿到這個資料你用看的 然後怎麼樣傳給朋友看 自己看我還在傳給朋友看 幹五號 沒有動作是賺不到錢的 然後呢 老師這海底撈我拿到之後 我就沒有動作 那第二份資料叫什麼 跨年度最強的代表作 國具送給你之後是不是 消息變出來了 有極丹效益 又要漲價了嘛 環球晶近期 股價是不是創新高 我跟你講 跨年度最強代表作 國具也好 這個環球晶也好 這兩檔股票都創波段新高了 我相信在拿資料的人 這麼多這麼多 很難算啊 應該就超過100通以上 你拿到我希望你賺得到錢 那當然我們禮拜六禮拜天 送給大家資料叫屬萊寶 我說只有兩檔 我不願意說送很多檔 這樣子增加各位的負擔 有準的一支兩支就好了 不是說太多支你知道嗎 那我今天為什麼要再送一次 因為有投資人跟研討師反映 老師你也公平一點好不好 我說怎樣呢 他說我這節目來不及 我說那沒有關係 今天就最後一次好不好 我們這個新春的屬萊寶 這個新春的屬萊寶來 今天好不好 今天我們全線開放給大家 今天只要 只要掃描QR Code的 只要加LINE的 全新的精品 標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你就直接用點擊的方式 新春的屬萊寶直接來索取 那當然這份資料我已經寫好了 我今天在節目裡面讓大家看一下 我說新春的屬萊寶只有兩檔股票好不好 只有兩檔股票啦 不可能出現第三檔 第三檔隱藏版的你自己去問我們的助理好不好 兩檔股票 我相信現在已經有人拿到了 第一檔股票的基本面技術面 我都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不要追高 留意怎麼樣拉回請留意 那第二檔股票更要注意什麼 更要注意這邊拉回留意什麼東西 我這邊把你貼起來了 但是你拿到這份資料的話 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沒有黃帖子 這個地方沒有黃帖子 你一定看得到 但是這檔股票的基本面 我大概要講一下啦 基本面非常好 技術面在低檔區 但是他們的技術面呈現一種形態 叫做日線周線黃金交叉 高檔開始背離了 所以短線裡面可能會震盪一下 可能會拉回一下 但是月線的部分 剛剛開始黃金交叉 這個就是岩老師 我們在我的開盤八法 這個波段這個操作裡面的話 有個非常著名的一個所謂的觀點 股價操作除了看量看價以外 還要注意到阻力 這個操盤的一個心態 這兩檔股票符合大家的需求 如果說你今天需要這 這份重要的資料 新春屬萊寶 獨家個股的研究報告 岩老師寫好了 我寫好了 但是請你要注意 這份資料不追高 留意拉回的一個買點 就是非常簡單 那我再講一次 新春屬萊寶兩檔股票 全新的精品 標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你現在我就開放給你 你現在趕快用手機 趕快掃描QR Code 岩老師讓你直接點擊好不好 免費來做出一個索取的動作 就是這麼簡單 你也不用想太多 之前跟大家講的 第四季要注意的股票 我相信已經跟你驗證了 被動元件 未來這三個族群 我一樣會在節目裡面 持續的幫大家來做出一個追蹤好不好 那這個叫大益對不對 來看一下 來 大益 大益在元月三號禮拜五 禮拜五 這個地方是開得很高 開得很高 大概開在57塊4 57塊4 那大概在早上的9點9分 就直接拉到漲停板了 那我說過這檔股票你要注意到 它是用直接跳空的模式 其實在低檔區就出現第一個跳空缺口 如果說第一個跳空缺口 你沒辦法買的話 其實上個禮拜五 早上一開高你還是有機會 那我說過不要追 不要追 這個地方就叫拉回 為什麼 因為這股價有在平盤以下 有在平盤以下 平盤以下 如果說你做了動作 如果有做動作了 今天插一檔直接拉到漲停板 這個是屬於二線被動元件的 這個叫後期之秀 後期之秀 但是不是叫你去追 我這邊可以寫得很清楚 拉回好不好 拉回有沒有機會再買 其實任何股票操作其實都一樣 我們尋求的是什麼 你在低檔區你在底部 你有沒有辦法去判別 這個股票是買點 如果說你有辦法判別的話 你這個地方你會進場去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那如果沒有辦法 這個地方空方轉多方了 空方轉多方了 那利用拉回的時候 你可以有第二個上車的一個機會 因為這邊出現一個跳空缺口 那回測跳空缺口就是多方最好的一個買點 那今天的股價來到波段新高 那這個地方不用追好不好 我所有的操作我都跟大家講 一買低檔區二買拉回 這股價不是用追啦 今天創新高還是有機會好不好 這股票不可能說一直漲啦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就像我跟大家講的原相嘛對不對 原相我那時候跟大家講的時候 是在這個位置去啦 我說這個地方能不能買 你要注意 拉回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都是拉回嘛 我相信我都拿證據給你看嘛好不好 11月15號來 我秀了這張圖表 我說這個地方可以站在買方 12月9號 這股票操作要看未來 那拉回找買一點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那我相信我簡訊裡面 該買該賣 我都解釋得非常清楚 我都解釋得非常清楚 原相當然今天的股價 對不對 再創波段新高啦 再創波段新高啦 有時候股票操作 其實它很現實啦 你在低檔區沒有買 那往往這個股價 它就漲上去了 它就漲上去 就像我當時候我跟你講 這個被動元件你要注意 老師啊 為什麼要注意到被動元件 因為當時候跟你講的是10月 24號 10月24號 我看這個檯面上面 沒有任何一個分析師跟你談到 被動元件這個族群 為什麼 其實道理很簡單 股票沒有漲 分析師他不會去做出任何的 介紹的一個動作 當然股票開始漲了 每個人風向改變 我們常常講這個網路 他會帶那個風向 分析師他也很會去帶風向 這個今天大盤跌的 他就說我現在要開始放空啦 一樣道理 其實多空啊 它就是一種趨勢啦 那如果說現在的大盤 從林老師開始上台跟大家講 從低檔區你一路的佈局 我相信應該買對股票是賺得到錢 但是你買錯股票一樣賺不到 不因為說你這個行情你去做多 你就一定賺得到錢 當然現在有人去放空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好像放空也不是很順利嘛 為什麼 他們去放空被動元件啊 被動元件其實啊 這個族群啊你要注意到 嚴老師跟你講的 華邦店今天再創破斷新高 也沒要去追啊 對不對 南亞科有時候拉回對不對 更要注意一下 這個其實股票多空的問題啊 我認為是心態的問題啦 心態的問題啦 這個有時候跟多空是沒有關係的 有時候跟多空是沒有關係的 那你說這個大盤開始回檔修正了對不對 但是大益沒有嘛 大益一樣嘛走多頭嘛 這叫後發現制的股票 其實行情啊你真的看得懂的人啊 真的看得懂的人 你會覺得說這個行情啊 只要看準了以後再出手 選對股票都賺得到錢 就像我當時候 我說這檔股票國劇200塊錢 你要參考一下嗎 你要參考一下嗎 你如果說你要參考 現在應該都賺錢啦 大賺也是賺 小賺也是賺啦 只要有買的 有買的人啊都會賺 這股票決勝負 其實你說是低檔區的買點也是 那你說拉回來的一個買點也是 但是那股票最大的決勝點在於什麼地方 在於說你認為它能夠漲多久 如果說你認為說老師啊 200塊錢漲到300塊錢就結束了 那可能你賺了會比人家少嘛 那如果說你的判斷是正確的 你的判斷是正確的 那後面的話這個戲就很好看喔 這個國劇啊 這個基本面在這個地方 有人看得懂 有人看不懂 國劇到400塊 有人看得懂 有人看不懂 老師他會不會到500 我說我不知道 現在還有人在問 老師會不會到500 我不知道啦 但是我會拿證據給你看好不好 國劇嘛 對不對 這是我們11月13號的簡訊 來看一下 你是岩老師會員的 你看到這簡訊你會覺得說非常親切 因為就在你手機裡面 對 在我手機裡面啦 甚至這種簡訊 在國劇創破斷新高的時候 我一樣把這個 對不對 把這簡訊發給你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岩老師跟人家 不同的一個地方啦 來 這個也叫做國劇 對不對 你都看得到嘛 你都看得到嘛 老師 國劇以外呢 那就是華興科 華興科 華興科掌完了沒有 我不知道啦 你慢慢看 有時候你慢慢看 好不好 這是12月20號華興科的簡訊兩筆單 有買有賣我先講好不好 有買有賣 這是12月30號的 來 華興科的一個簡訊的一個內容 其實股票操作有時候誠實啦 好不好 有做就有做 沒有做就沒有做嘛 像岩老師操作絕對都講證據的好不好 我在12月2號 我說海底刀的一個標股 請你撥電話進來 我相信你一定有拿到 你拿到必須要有動作 你才能夠賺得到錢 景德也一樣 國劇也一樣 跨年度的一個代表做 這個是在12月24號月底送給你的 一樣是國劇跟環球金 這兩檔股票再創波段新高 那我今天要送給你的是什麼 我今天要送給各位的是新春數來寶 過年嘛 大家都希望賺錢對不對 怎麼賺 如果說你自己沒辦法賺 岩老師這份資料送給你好不好 讓你參考一下好不好 一檔股票兩檔股票 我們就兩檔股票 我們來驗證一下 基本面好的股票加上技術面好的股票 加上未來有展望的一個前景的 新春數來寶 這兩檔股票在未來會不會漲 還是說你拿到資料之後 明天會不會漲 我認為你眼光應該看遠一點好不好 看遠一點好不好 但是你資料一定要先拿到好不好 新春數來寶我說真的 獨家個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只有在今天送給你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送的時候已經報現了 已經報現了 我今天特別把這兩檔股票的基本面跟技術面 在電視上面呈現給你 我就希望跟你來驗證 未來這兩檔股票有沒有機會 幫投資人賺到大錢你知道嗎 數來寶我們來數一下好不好 新春的數來寶今天開放最後一天 全新的精品標股研究報告 今天只要掃描QR Code 只要掃描QR Code 直接到網路上面點擊就可以了 所以說要拿到我們今天這兩檔股票的 不用客氣 拿去你吃不到 拿去你吃不到 新春的數來寶全新的標股 今天只要點擊掃描QR Code 直接的把這兩檔股票 直接的把它帶回家 打電話進廣告 好 輪圓投戶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氣盤式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庫年分析師 畢竟多次蜿蜒於空投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驗大盤結構 最能凍竹基先 充分掌握風險 激起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縮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輪圓投庫制服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庫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投資報酬 動氣盤式策略宣布 輪圓帶您引爆投資最佳奇蹟 贏家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車怎麼開的啊 提供噴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或119救護傷害 三 消費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波話已等就對了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當然今天的行情好像看起來不是很好 那明天會不會變好 這個好的跟壞的老是綁在一起 不要說看到今天一天的盤勢 好像看起來不是很好 那選舉又快到了 我跟你講 這個行情 如果說真的有拉回 那投資人要好好把握 因為你看看現在台幣 台幣升值的一個效益 再加上這個台商 那言老師為什麼會在節目裡面 強調說是台幣升值的效益 加上所謂的台商回流的資金 我跟你講 這個樂前的效益會帶動所謂的台股 未來的動能會越來越強 那台商回流加強所謂的 國內的一個投資 最近有一家電子公司叫原泰 之前去中國大陸投資 那最近也回來了 那群創也好 這些老牌子的 這些所謂的電子的一個廠商 其實他們投資的金額都很大 回到台灣是一件好事情 我們台灣的一個經濟的一個實力 我相信未來 大概在一兩年之內 這個經濟實力會越來越好 所以說也會造成台股 這個股票上漲的一個動能 之前我跟大家講的這個 對不對 這個叫送分體好不好 去年送這個送分體 今年會不會看到這三個 有時候你慢慢看 那有人說 老師華興哥的股價會不會超越國巨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說這個產品別 有時候對不對 這個華興哥最近很強 很強 對不對 你要先知道 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先知道 你做後製後絕的話 你也要注意一下 有人說怎麼樣 沒有會跟 也要去做出一個跟進的動作 兩個都是會跟 不大一樣 華興哥注意 拉回好不好 國巨叫領頭羊 先掌的叫領頭羊 這兩道股票都很強 都很強 包含什麼奇力心 對不對 但是我要先講 有些股票我們中間會賣掉 我今天舉一檔股票好不好 這是核申堂好不好 核申堂漲上去的創新高 會不會漲慢慢看 但是我今天要公布我的簡訊好不好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股票是有買有賣 好不好 這個特別秀一下好了 核申堂我們就先試駕怎麼樣 出清馬獲利了結 把資金回收 把資金回收 我們才能夠去做下一檔的股票 的一個佈局 這個就是顏老師的看法 操作股票 請記得顏老師講的 操作股票要操作最強最標的 未來最強最標的 當然有人會選擇怎麼樣 單股來操作 單股操作的話 掃描QR Code 我們會用專人來通知 之前送給你的海底刀的一個標股 兩檔股票都大賺 跨年度最強的一個代表作 國具跟環球金 我相信已經證明了 未來請注意到這兩支就可以了 新春的屬萊寶 老師請你注意 你一定要注意 注意這兩支 先拿到資料 先看一下 機密資料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要追高 留意拉回的一個買點 今天這個放送 對不對 只要掃描我們的QR Code 只要加LINE 第一時間點 可以掌握未來標股的一個訊息 留下各位的一個 聯絡的一個電話 跟一個方式對不對 新春的屬萊寶 全新的精品標股的一個研究報告 今天請大家掃描QR Code 免費鎖取 就這兩檔股票 先拿到先卡位 還沒有加LINE的 趕快加LINE 加LINE之後立即點擊 來做出個索取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我們信用一年的時間 把這笑話才會照顧到大陣 跟著陪他走兩三點鐘到山頂 十四年要把它蒸落頭 正像我 就像你請用的時代 其他的是未來 小孩可以平安大閒 這片山可以代代清水 就不奉陪我們今天在草爐 跟廣水 如果開了 我們都外國刷工之後 一杯報律台 小孩開了 報律答兵 樓原同步年分析師 畢竟多次蜿蜒於空投 擁有二十多年股市經驗 擅長基本面分析 經驗大盤結構 最能凍竹基先 充分掌握風險 積極拜訪公司 深入產業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效 是您啟動財富的最佳導師 樓原同步制服專線 02-2321-9933 2321-9933 輪圓投顧 精準掌握台股趨勢 幫您確實下好每步期 長期布局投資戰略 幫您達到最佳